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謝仲軒全道 在受苦之前的一日 让我们思想马太福音27章1-26节 一起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 有关耶稣受难的罪述里面 无辜人受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从三位人物 而知道耶稣是疑人 耶稣是无辜受害的 第一位是犹大 犹大他触卖了耶稣 但当看见耶稣被定罪之后 他的后悔 于是他来到祭司长和长老面前 犹大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 犹大清楚指出 耶稣是无辜的 他承认自己触卖耶稣 是犯下离天大罪 犹大最后将触卖耶稣的银钱 丢在圣殿里面 然后走上一条不归的路 这个是何等悲惨的下场 耶稣是无辜的人 而留无辜人血这个的罪 上帝必定会追讨 犹大的死 揭示了罪人的下场是灭亡 宗教领袖虽然不愿意承担责任 但是他们才是杀害耶稣的真正兇手 他们最终都必须要承担他们所犯下的罪 第二位是彼拉多的妻子 耶稣被带到去重复彼拉多面前 接受审讯 其间他的妻子派人去告诉彼拉多 他表明耶稣是个义人 他劝彼拉多不要参与这件不义的事 就连身为爱邦人的女子 都明白耶稣是个义人这个的事实 但是作为上帝子民的犹太人 和宗教领袖却不明白 他们无动于冲 还坚决地要求处死耶稣 上帝的子民竟然拨逆上帝 要杀害上帝所应许要拯救他们的尼赛亚 这个是何等可惡的事 第三位是彼拉多 从府原知到他们是因为质道才把他解了落 这里暗示了彼拉多 其实一早已经知道耶稣是无辜的 彼拉多本来操有身杀大权 他绝对有权可以决定释放耶稣 但是他却为了要讨好犹太人 和为了自己取得益处却屈往正直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犹太人 坚决要将耶稣钉十字架 彼拉多看见群情洪涌 最后随从群众的意思去做 将耶稣判处死刑 彼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 他说 留者二人的血罪不在我 你们承当吧 这里表明耶稣的死是无辜的 留二人血这个主题 继第四节之后 在这里再次出现 连身为爱邦人的彼拉多 也都知道耶稣是个二人 留二人血的罪是离天大罪 所以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作为上帝子民的犹太人 他们却竟然愿意承担这个罪 他们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 已经失去理智的群众 即使要赔上自己和后代的生命 也都要将耶稣置诸死地 这个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耶稣是无辜的 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 但是他却为了我们 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苦路 耶稣被欲骂 被欺压 被鞭打 甚至被杀害 在受苦的时候 耶稣却不开口 密密地承担了我们的罪 他诚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代了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认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主耶稣对我们的大爱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为我们的罪 舍身流血的主啊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写明 你受鞭伤 使我们得医治 你受刑罚 使我们得平安 我们所有的罪 你为我们担当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叫我们常常思念 你这份舍己的爱 思念你的恩典 并且甘心摆上 为你所用 恩勤的服侍你 纵使在受患难的路上面 仍然坚守信仰 对你致死忠心 好叫我们将来能够 同你种入 永远的荣耀里面 得着生命的冠冕 祷告是奉救 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